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财政员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欧美很多的媒体 或者欧美有一些自称专家的人 他们是如何唱衰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经济可能是现在 全世界大型经济体里面 相对比较健全 而且比较稳健在成长跟发展中的经济体 可是偏偏的从去年开始 就有很多的欧美的媒体 用尽各种方法在唱衰中国的经济体 而且唱衰的方法好像传染的一样 各地区都在用种同样的方法 在唱衰中国经济 第一个他们唱衰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用个案掩盖整体 什么叫个案掩盖整体呢 他会有不断的很多的欧洲 或者美国的媒体会报导说 哎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糟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不好是没有错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糟糕的地步 你去看看在欧洲 当时欧洲五国发生的时候 那些欧洲国家的房地产市场 那些根本没有人要盖 没有人买 也买不起 盖了建设都倒光了 那中国大陆有到这种地步吧 没有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的烂尾楼 也有很多的房地产公司倒闭 清理清盘当中 比如最近比较有名的恒大房地产 或者前一段时间刚稍微脱离 困境的碧桂岩等等 但大体上来讲 这些问题啊 在相对的规格跟标准上都不大 但是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媒体里面啊 哇这个好像宣化成 整个中国的经济就等于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的房地产就等于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房地产不好 中国经济就非常糟糕 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成长力还五个percent吗 这五个percent不是中国自己算出来的 IMF也这样算啊 Jame Morgan也这样算啊 花旗亚也这样算啊 所有的全世界有名的 可以能够计算GDP的这些单位 几乎都是共识 中国经济今年五个percent以上没有问题 那经济成长的五个percent 那表示说即使有房地产市场 在GDP上贡献不大 但是其他的市场呢 制造业啦 其他的工业啦 农业啦 服务业啦 成长率 就已经呢 把原来在房地产里面的问题呢 可以什么呀 可以弥补过去了 但是他们还是抓着说 中国房地产不好啊 万物萧条等等 他没有看到中国每一次到了旅游阶段 所有的景区全部集满了嘛 房地产不好 所有的饭店里面都不够住啊 酒店都不够住啊 这是以个案啊 想要掩盖全面 就是欧美常用的手法 那经常会说哎呀中国哪个行业很惨啊 那怎么不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 怎么不收中国的最近出来的华为的手机卖得很好呢 所以用个案来掩盖全面 是欧美很多国家很多的媒体常用的手法 然后这样的手法呢 他们用习惯了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哎呀中国经济很差啦等等 那中国呢因为外销订单在前一段时间啊 真的不好那不好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欧洲不好啊 所以就没有很多订单哦 可以买进口货啊 那进口货要买就一定要买中国的啊 所以这样连串的话很多中国的专门做外销的行业呢 来做当做全面的数据啊 来唱出来中国的经济 举个例子就纯粹从外资来讲的话 他会讲说啊你看看 中国的这个最近很多的美国企业都不看到中国啦 不在投资啦等等 那他没有看到其他要投资的吗 那说哎呀中国的这个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最近 哎在全世界来讲是衰退的 你忘了他现在是全世界外国投资存量最大的 什么叫存量什么流量 存量就是说总共在中国里面的外国直接投资 有总金额是多少 这叫存量 那什么叫流量 流量就是说啊今年啊流进来多少流出去多少 外国投资当然跟水流一样嘛 有流进有流出嘛 就像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就有个名言啊 他说我们政府官员啊 要做民营企业的店小二 什么店小二啊 就是要很热心的服务客客气气 那政府本身要做民营企业的店小二 所以如果外国投资 政府当然要用店小二的精神来服务他嘛 外国投资来的时候欢迎光临 外国投资要走的时候 谢谢再光临 那这不店小二哲学吗 来自欢喜去折相送 那外国投资当然不可能说一味的只有进中国 没有离开中国的嘛 一定有进有出 这个叫流量 那我们只要知道说整体的流量 以及整体的存量的变化 因为流量会涉及到 到底是他外国来投资的是外销产业 没有错 外国如果来投资在中国外销产业的话 外销不好 他当然要撤资啊 那撤到哪里去 可能撤到这个越南啊 撤到印度啊 那无所谓嘛 因为本来中国人均GDP在成长的时候 有很多的劳力密集的产力 本来就应该逐渐的怎么样 要淘汰 要逐渐的要升级 要增加附加价值 要不然的话 中国人均GDP没办法成长嘛 老是做那些低阶的工作 人均GDP就会很低嘛 虽然整个中国的总金额已经到了18兆美金的GDP 但是平均起来人均GDP还不到一万五千块美金嘛 那如何把一万五千块美金变成两万块美金 这是未来一定会达得到的目标啊 三五年龄就可以达到了 那怎么达到 就是增加每一个人的附加价值 生产附加价值 那就不能够生产那劳力密集的行业啊 那所以很多人就是抓了几个数字 哎呀中国的外资减少了 美资减少了 美资减少不代表外资啊 中东基金一直往中国起啊 找寻投资机会啊 所以不要看那种偏颇的数据 来当做整体的数据 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的数据 要用解剖法 先从最大的一层一层切下来 比如说我们看GDP的成长输出 中国是五个percent以上非常好 以目前来讲非常好 你说啊跟你以前的八个percent九个percent比差很多 不是废话吗 你怎么不比美国呢 以前更好现在很差 再来总数据看完了以后 看部门经济 什么叫部门经济 你简单把它分成服务业 制造业 营建业 矿业 还有其他的这个行业 那看每一个行业 来有一个经济GDP成长 服务业GDP成长最好啊 你看服务业什么 有运输 有通讯 有等等一大堆 然后制造业 有外销的 有内销的 那这个营建业 现在中央比较不好 但中国只要持续的降息 松绑 那营建的很快就会快速成长 大家对这个要有信心 理由是什么 因为经济成长的动力 是老百姓有没有储蓄嘛 老百姓有很多的储蓄 那基本上政府有储蓄 老百姓有储蓄 那整个经济成长的动能就不会丧失嘛 那中国现在储蓄率就45%啊 民间储蓄很高 政府储蓄也很高 而且政府的政府资质很小啊 那你好一个个切下来 各部门的经济成长 还有各部门的花费 你说政府有负债 那是地方政府啊 中国的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加起来 占GDP不过100%啊 美国是130啊 日本是200啊 所以来讲中国的财政状况是相当的健全的 所以不要让人家用以偏概全的数字 来蒙混 让你对中国的经济啊 失去判断力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啊 有人讲说 哎 哪一些不相干的数字来推断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很多经济学的外行汉 虽然这些外行汉 有人自身是某大学教授 但是都不是经济学专业的 他怎么用这种不相干的数字 他说哎呀 中国未来人口老化了 人口老化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经济不可能成长 人口年轻与老跟经济成长 不能够直接发上等号 不能够直接发上等号 有人说哎呀 这个年轻人的人口很多是经济成长率就很高 像印度 那请问你 年轻人口比重更高的这个越南 有没有啊 没有啊 这不发像等号 那你说哎呀中国未来老年人 负担很重 这个就是不懂经济学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做一个劳动人口 在国家里面就会累积出很多的 叫做什么固定资本 什么叫固定资本 就是说这老人 在他工作的年龄 比如说20岁工作到60岁 40年的工作期间 这个时候他缴税 或者储蓄 或者存银行 或者买人寿保单 或者政府的强迫型的保险工具 或储蓄工具 我说中国的储蓄率高达40%以上啊 那储蓄跑去哪里 跑去高速公路啊 高速铁路啊 各种建设项目啊 港口啊 还有跑去什么 跑去各个这个基金啊 这些政府的基金 民间的基金 这个都除去去的地方啊 然后去的地方 是不是因为这个人老了死了以后 这个东西就不见了 高速铁路都不见了 高速公路不见了 这财产不是留给下一代吗 所以每一代的年轻人口 你只要有不断的产生 很多的固定资本投资 留下很多的金融资本投资 即使是你老了以后 你比如说好60岁退休 活到80岁 平均年龄80岁的寿命 这20年里面 你使用的就是固定资本的收益嘛 这固定资本不是年轻人创造的嘛 他要为自己创造自己未来的固定成本嘛 所以一个人的 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生存 不只是靠劳动力产生的价值 也靠资本所产生的价值 而这个资本产生的价值 都是由老年人 当年轻的时候所累积出来 一代一代累积出来的 那你没有看到这固定资本 中国的固定资本的形成 是一天比一天多啊 远比你老人人口增加的速度还多啊 你没有去计算这一块 你说老人化 老人越多 有时候代表他年轻时候 累积的固定资本予 这个你要去算到固定资本 是否有减少 这才是重点嘛 跟这个人口有什么关系 现在又不是 劳力密集的产力为主体的 很多都是科技为产力为主体 不就举个例子 马云就好了 马云在年轻的时候工作 赚了很多钱 到了老的时候 他就靠这个固定资本 他的股票收得 他的股票就是 他的固定资本的总额啊 他都活得比谁都好啊 那你说那我们 没有像马云这样子 因为是你很多的东西是国家累积的固定资本啊 国家累积的资本会直接产生收益 间接产生收益 像高铁啦 高速公路啦 机场啦 海港啊 通通是啊 所以这个资本固定资本的总量 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生产力 很重要的来源 而这个通常都是老年人口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跟不要拿到不相干的东西 就扯太多 好像直接年轻人口生产多少GDP 不是这样 GDP很多 不是人口或劳力所生产出来的 是以前的劳力所累积的固定资本所累积出来的 固定这个资本去产生GDP的 所以GDP不是完全靠劳力生产的 而且甚至有时候比重没有特别的大 所以光靠年轻人口无法判断 一个国家GDP是否良好 所以以上我简单跟大家讲 就是说唱衰中国了 就是用这种三种偏颇的观念 在唱衰中国的经济体 那中国的经济体 以全面的数字 以这个全面的观察 以固定资本的总额 中国的经济还会发展个十年以上的繁荣 谢谢你今天大家的收看 谢谢